大家好,随便聊聊,今天主要聊几个话题 死人了,澳洲悉尼这种两三级联赛 结果17号晚上死了一个人 然后我们再讲讲那个热刺 澳洲主席原来国奥队的主教练 现在在从热刺到英国国家队做主教练 那么这些都是稍微聊聊 然后随便聊聊清薰,中国这种现状 首先我们看一下澳洲悉尼他一种业余比赛 踢得很激烈 原来我想10月份带一支队伍回去 跟你们专业对打 比如跟国安,天津泰达,天津金门湖 或者是海港,或者是生花 这个队伍我们原来在筹划 现在没有回复 那么就是说像体育旅游嘛 我们是业余队啊,35岁左右 也就是说是专业队退役 他们现在打业余队 打业余队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地区联赛 那这个后话我们慢慢讲 那么从整个澳洲的业余比赛来说呢 它是比较松散的 就各区它都有一个联赛 这个几个规模 然后打得比较好呢 就到新来沃尔斯州第一级或者第二级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呢 就是说为了隐私啊 它是在Canterbury那个就是说 有一点中东色彩的背景 移民背景 他们就是说 就叫我们不要那个宣布这种过多的信息嘛 那么我们也尊重它 那么新来沃尔斯州现在肯定发布这种复告啊 或者是这个 关于这种备忘录啊 因为这种是管理管理权限 那么这个里面也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一个朋友好像是裁判的朋友啊 他发上来了 那么其他朋友也转载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他直接管理呢 他发生事情他都知道 救护车也去了 救护车去了以后就宣布 就是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年纪很轻 因为尊重家庭隐私嘛 就是他的家人 或者就没有宣布具体的那个因素 那么从中可以看出了 就澳洲这个足球啊 他就普遍的广泛性比较多一点 特别业余球队 我就刚才讲了开始 就业余水平不低的 而且他的力量比较好 那么从这个情况呢 我们延伸出一个话题 就是说可能训练机制啊 或者是讲到这个就是保护机制啊 什么这个我们先展示不谈 那么首先一些隐私情况 就涉及到什么 你是不是抽烟啊 你是不是喝酒啊 或者你平时的生活自律啊 这些都是一个隐私 所以我们就不能猜测 对不对 没意义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说明 还有一个情况呢 我就想强调 业余队打的也比较激烈 对抗 因为我在星期天我要去了 我就跟他们讲了 就踢踢半场就算了 那么后面平平方方撞 那么这个年纪是受不了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必须谈到澳洲足球的一些历史吧 澳洲足球我们看到了 这个我讲 我说的澳洲足球就是澳洲足球了 对不对 因为澳洲足球 受那个澳洲足球管理 在以前的叫NSL 就National Soccer League 这个确实是很不堪的 00年中超有好多队伍在东迅 他打的都是半职业的 白天打工啊 那么上午做工 下午休息一下 晚上六七点钟就来比赛 拿个三五百块钱 就是澳超啊 旧的澳超啊 对不对 我的家里附近就是一个叫Demo 也就是现在球场都改了 改了我们华恩在那体比赛的 原来是天然草 现在改成那个人造草了 对吧 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 我们看到呢 就是他有一些延伸的澳洲足球的 一种肢体足球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他体能比较完美 然后呢 冲击力比较强 然后呢 球员的素质也是可以的 身体素质都很好 那么这是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不能揣测嘛 因为珍珠他影视嘛 就不能 不能就是随便下定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 球员年轻人啊 年轻人很年轻的 那么过世了 也很惋惜了 我们也对此就表示的哀悼一下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讲到了 既然澳洲足球的管理权 那么我们就必然要联系到英国 因为英国足球员 他的管理机制是延伸 所以这一种楷模吧 就是澳洲也是学他们的 他上面管理的科学性能 是不能否定的 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 现代足球是英国人创造的 我们以前这样的足球 那个就是足球 足球 足局 足局啊 足局 那么这个 这个比踢球呢 是就是说 为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市场 那个非复呢 就拿过来把这个古代足球 在山东大概建了一个什么 什么足球博物馆了什么 就讲到古代呢 古代呢 是踢箭子一样 就是自我得色 现在讲起来就是盯球啊 就自己像踢箭子一样 大家得色得色得色 我的功夫怎么好 那么我经常谈到这个视频里面 有一篇那个 三级篇的小说也讲到的 西蒙青也是这样 都盘带过多 那个就后话不讲了 96年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呢 可能对中国足球 有一种 即使鼓励 我们经常讲过 就是足球啊 挑战于基于平等 那个鼓励于不堪 也是平等的呀 结果鼓励了以后 中国人以为我们最会踢足球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被英国 现在足球取代了以后呢 我们确实是比较落后的 那么英国足球 那么它是管理机制呢 我就要谈一点 它既是管理 又是帮助 并不是它只帮助 或者是只管理 这个不对的 澳洲足球 跟它的机制是一样的 因为有一个澳洲足球官员 以前就在英国足球 干过 所以我们都认识的 对吧 经常来往呢 他们都教我 名字教得很亲切 涛啊涛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理解 所以呢 就是说现代管理机制 不是英国独创的 澳洲也在学习 阿根廷 巴西 德国 西班牙 都在 都在那个 这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我讲到的管理 我举个例子 澳洲足球的机制 是跟英国足球机制 是一样的 也许是澳洲足球学 学英国足球机制 这无所谓啊 你先进了我们就学啊 那我们能够学不学 这个是我们自己去界定 对不对 那么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 06年我们打进世界杯 澳洲打进世界杯了 当时是 Rugby League 一个 John O'Neill 他是 Rugby就是 橄榄球协会的主席啊 他就 到澳洲 澳洲足球协来了 他建立一个新的澳洲足球协 就是现在 我们叫 Fortball Federation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足球协 以前叫 National 就叫 Socke Australia 对吧 就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功能是一样 性质是一样 但是就是他的名字改了 那么换掉了以后呢 John O'Neill 来的是 大军世界杯的 打完世界杯 他做了两年 他就又回到 Rugby这个 这个主席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是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验证 我说的 既是管理 又是帮助 那么第一年 大家知道 就06年开始 加入那个 亚洲足球协 从太平洋足球协 加入亚洲足球协 然后呢 我们就产生了什么呢 新的联赛 当年联赛呢 是就现代 做汽车 这个 就是 做sponsor 这个四年 就是我们连续 06年到10年的 二超联赛 就做A力一个 那么A力一个呢 它是呢 这样的 第一年就产生什么 salary cap 就是工资 封顶 一个球队 只能消耗 就是150万 那么有些球员呢 就是T队啊 或者年轻球员 每后都两三万 三五万 对吧 那么大的球员呢 多一点是几万 平行只有15万 150万 对吧 那么这些情况 我们带过 那么我们马上就遇到 一个什么情况呢 没初几年 大概在10年 以前 07 08年就发生问题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 纽卡索Jet 就是有一个 深圳那个小伙子 就搞电脑了 他也买下来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产生问题 就是入不熬处啊 你这个纪录部运作 旅游啊 酒店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工资啊 那么然后呢 澳洲主席是帮助的 说实话 那么我们到那个 Centure Coast去 就是呢 中央海岸队啊 当时 蒋尔尼尔和几个 就是澳洲社会名流啊 说了直升飞机 加入在酒厂 那么商家就 站住了 对吧 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管理科学 他同样 既是管理 又是服务 你包括那个 澳洲主席 我们讲到了 同工资 我们都被叫去啊 你16岁 你不能签合同啊 这个要讲清楚了 这个所以 这个严谨管理的 比较科学 就不单是英国科学 那么这个科学呢 我们又要 延收到一个话题 你管理科学 你的技术问题 怎么解决 所以有些机制呢 就是说 可能谈到 什么精英机制啊 什么 我认为这个不是理由 你支持西班牙 就是 你的管理机制 就是西班牙 做学不会管理很差吧 然后呢 他轻讯机制 不是精英机制啊 如果那个 亚马尔和那个 威廉姆斯 他们两个人 在那个 所有的轻讯里面 一下子这个冒出来的话 就 dash out的话 他一定有 他那个 广泛的一个 清新机制的土壤 才能让他们 有这种健康的成长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 我们国内情况 是不是这样 显然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把那个 管理机制 就认为足球球先进 这不对的 所以我对印钞 是不吃饱 有看法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了 西班牙 威廉姆斯和那个 亚马尔的成长 他完全是在一些 广泛的 科学的训练机制下 训练机制下面 在相互 比赛和交流 切磋当中成长的 你想想看 如果他们是在 精英机制 把几个机制 很好的队员 设到一个队里面 就像我们上海 有些讲上海 上港 或者生花 这个不科学的 因为你整体的 中超环境是这样 包括你的 油23比赛也好 油21比赛也好 都是一脉相承的 你不可能在里面 这个是就是说 跟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有关系 就是相信迷信 哎呦 这个是什么主事业 这个是什么老大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拜神仙 这个不对的 亚马尔和威廉姆斯 包括其他的一些球员 包括我们讲的 一个21号球员 包括我们换上来 就是跟德国队 打进一个球员 就换上来的 他和前一个球员 受伤了吗 他都是有技术的 亚马尔和威廉姆斯 恰恰是在这种 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 而不是我们说的 把这个几个 精英收起来 一起训练 没用的 这是广泛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谈到了 那么 那么轻逊机制是什么 教员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教师的功能 有很多层面上 足球技术当然要 你不能说我是老师 我是教师 我来教足球的话 足球不懂的 这个不行了 就是说你是一个职业教练 你要有教师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建立在 学习基础上面 我想中国足球 特别是上海足球 它有很多 就是说底蕴的上海足球 你像谈那个以前那个 就是比如说老一辈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没意义的 我认为 对不对 我以前在工人队踢的时候 就是我们工厂里 就是日伟时期踢球的嘛 大家都知道的嘛 我们是 我的人事关系在国民时期上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打听 全国比赛期了 他在问我们两个人 你这能知道 后来我们一次进 他是原来替全国火车头队的 全国假计联赛 当时就文革以前了 所以这些问题呢 就延伸出 我们对这个 外国的管理机制 要有一个认定 并不是端端的就是说 管理科学的 你的技术就科学 说实话 现在那个 热识的教练 做英国主帅了 他是希腊人 原来在澳洲带那个 国奥队的 你英国这么科学 你认为管理很科学 你这次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技术 说实话 我一直是比较悲观的态度 一对牙你避开了 法国德国你避开了 说实话 这两个四个球队 都是你强劲对手 竞争对手 你碰到他们 你肯定就下去了 就前八的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对不起啊 要谈谈 那么有些人谈到中国机制 那么我认为中国机制呢 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 而不是说你是叫他否定他们 否定是这个 所以那个就是说 打个引号叫革命 革命是什么 破坏 打碎 否定 对吧 以前的都不承认 所有的都不承认 这个就是推翻 全都推翻了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你现在推翻中国足球 你拿得出机制吧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你在外国学习也好 在哪里带过也好 你必须学校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 都不断交流一下 他的决策机制 你首先要搞不 那个我讲过的 澳洲那个全来 帕尔玛的那个前卫 马克普西亚奴 悉尼人 他现在在澳大利亚 出些博的 你这些东西都要搞清楚 所以澳洲这几年 从06年打进世界杯到现在 他有一个惯性 是一个科学管理机制 特别是在技术上面 那大家也看到了 莫斯卡特 现在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的教练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 波斯克罗格 克罗格 克罗格 这个是希腊人 他现在带英国国家队 从热池上升的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 我们恰恰说明什么 英国的管理机制很科学 到时候怎么 相互 限制 相互诅咒 他发挥不了 英国国家的实际上 就这个产品 你看 威廉耿武 叫什么名字 这种群演 我根本不露我的眼睛的 他会踢球 你不能说 凯恩不会踢球 这个不对的 你击个什么什么 什么灯啊 什么磕啊 什么什么 我名字记不清了 包括以前那个叫什么 那个 克林斯特林啊 什么 都会踢球的 你不能说他不会踢球 这种球员 恰恰是很会踢球 但是呢 没有特点 再们看看这个西班牙这个两个小胡子 这家西班牙整体堆 这就显示出这个问题来了 那么好 管理机制来了 跟我们中国足球 跟我们中国足球怎么相衔接 第一 你管理要科学 管理科学里面就包括 你能够选出一个管理足球轻讯 或者管理技术部门 这是欧洲为你们学习的吧 你再管理 管理 管理的学习吧 学习学什么 学习不是我要 我今天讲视频要你们学习的 是要你主动自发的 所以这样子改 很多人讲到有问题 改革改革改革 改革是谁改的 我宇文老师去改革足球啊 我那个文联 就是写毛笔字的 也去改革足球 我走向旗的 走维持的 也去改革足球 你必然失败 显然失败 不用怀疑的 改革是什么 是他内部机制运作以后 真正的专业能够 经过不断学习 他在自己专业领域里面 看出一些弊病 这个改革才叫改革 你否则下来 要么就是两种 两种 一个下来下改革 就改到现在 就是改了从 002年 00年到现在 改到现在是什么 一地计毛 钱花了不少 都没改革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把握关 这个才是中国 你不学习 你不知道怎么改 因为足球不断发展 你天天拿上海的老足球 或中国的老足球 就没用了 一点没用了 对吧 我们知道 国家体会有一个叫王中 体会主任还副主任 踢过足球 李凤楼也踢过足球 他们都知道 因为他在虎人大学 有些这个国家 因为我的一个邻居 前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从小我们就谈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改革问题 放在我们面前 这个是要挑战的 不是否定 跑过来就批评 骂 没用的 你骂了 你怎么样 你也否定 中国主席 否定所有的人 你拿得出新的一套班纸吧 说实话 给你 你都拿不出来 特别是决策机制 和 怎样组成Border 这个才是真正的 管理公司的一能力 这些我们都要学会 结束 这一能力 证论快捧菜 胃 困难 动着 给你 证论快捧菜 过来